各位,上次說到,鐵木珍去找被杜媽賊搶走的九匹馬, 遇到一個叫博爾術的年輕人, 那個年輕人很熱情地請鐵木珍去家喝奶茶, 鐵木珍說自己趕著去找回那九匹馬,正想告辭, 博爾術一聽就連續說, 說,你來到這裡人生地不俗,困難肯定不少, 這樣,馬賊去的路你肯定很難找, 還是由我陪你一起去,鐵木珍聽了之後很歡喜, 他說,你陪我去當然好, 不過不知道你家人有沒有意見, 我看還是由我自己去, 博爾術立即答說,沒事的,你還不知道呢? 我父親叫他立忽百雅, 經常提到你們家裡,說起來, 我們都是同一個老祖宗海都的子孫, 其實,博爾術說得一點都沒錯, 立忽百雅確是蒙古阿魯勒提士的首領, 說起來,阿魯勒提士和博爾術黑顏士的血緣關係還很近, 他們不僅僅和博端賊兒的後代, 而且都是海都的子孫, 海都生了三個兒子, 長子的後代繼續稱為博爾根氏, 即是鐵木珍所在的氏族, 他的次子,即是次勒合領忽, 是太赤烏暴的祖先, 第三個兒子,生了六個兒子, 其中路三,叫做阿魯勒提士, 他的子孫就組成了阿魯勒提士, 因此,立忽和亞畜蓋是同輩人, 這裡的伯岩是一支富裕的貴族, 所以立忽伯岩在蒙古貴族裡面也佔在一席之地, 兩個人說起來,正是兄弟的關係, 博爾術當時年僅十三歲, 被鐵木珍小四歲,算為弟弟了, 鐵木珍看到這位童中弟弟一片真情, 而且機警豪爽, 又沒有躲向太赤烏一邊, 因此很樂意獲得他的巫師援助, 於是很高興地和他一起打馬前進, 搭著杜馬賊圖他的宗跡, 一直又追了三日三夜, 到了第六日,正當夕陽西下的時候, 他們追到一個名叫古列賢的營地旁邊, 這裡呢,正是杜馬賊的主地, 鐵木珍來遠又看見自己家裡的那九匹馬, 正在大營旁邊吃著草, 那原來這幫杜馬賊呢, 也是海都的子孫, 當時,在太赤烏暴中裡面, 有一幫主義黑人, 他們是赫不勒漢的長子, 倭勒巴爾合理的後代, 赫不勒漢從自己百姓裡面, 挑選了一些有膽量有氣力的, 剛勇能騎食的漢子給了他們, 使其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姓氏, 這些人標刊善戰, 偷渡和搶劍是他們的主要職業, 當時他們站在太赤烏暴一邊, 共同對付鐵木珍一家, 兩個人看見那九匹馬正在營房旁邊吃草, 烏的主義黑的杜馬賊, 很可能也是剛剛回來, 連日趕路疲勒, 或者都返回入帳休息了, 鐵木珍看見情況之後, 對博爾術說, 好兄弟,你在這裡等著, 我去將馬匹趕出來, 我們一起回去。 博爾術聽了,並不是弱博, 立刻說, 大哥說了哪說呀? 我本來為了幫你而來, 怎能在旁邊袖手旁觀的呢? 我也要去。 兩個人靜悄悄逼近營地, 將九匹馬全部趕了出來, 離開主義黑營地一段距離之後, 那些盜馬賊才發現, 接著三人一群, 五人一夥, 雙計追來。 鐵木珍看賊人追來, 連續到博爾術說, 兄弟, 你趕著馬繼續向前走, 我後面掩護。 博爾術伸手拿了背後的弓箭, 搶著說, 我有現成的弓箭, 你趕著馬先走, 斷後掩護的任務就交給我了。 鐵木珍馬上嚴肅對港, 不要爭了, 要服從命令地向指揮, 快點趕著馬向前走。 港元, 鐵木珍從懷裏面掩出木叉蛋弓, 這時, 槍馬賊裏面有個騎白馬的人, 手拿套馬桿跑到最前頭, 並指揮身後的人, 要他們前來包抄鐵木珍他們。 顯然, 手拿套馬桿有個騎白馬的人, 很可能是個首領。 鐵木珍認為, 打蛇先打頭, 才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只見到立鑽馬頭, 舉起彈弓, 見那個人將滿面狐鬆, 面目猙獰恐怖, 正瘋狂地拍馬向前衝。 鐵木珍大開一聲, 打! 一粒泥軟, 一聲飛過去, 正中那個人頭殼。 那個人, 啊! 一聲, 一頭鐘落馬, 那條長長的套馬桿, 放在地上發出啪一聲響。 後面的賊人見頭頭落馬, 立刻發出一陣驚橋的狂叫, 死娘, 出手好厲害啊! 鐵木珍立馬路中間, 不緊不慢地又接連發了幾粒泥軟, 打到一窩蜂撲, 上來的賊人紛紛落馬, 嚇到那些渡馬賊膽戰心驚, 不敢過分輕敵。 見賊人慈嚴不敢追來, 又見博爾術已經跑出一段路程, 就收起彈弓, 轉頭追上來。 那時候, 天昔以晚, 渡馬賊擔心前來會遭到伏擊, 於是紛紛拍馬回去, 無可奈何地被盜嘴的食物成為拋影。 鐵木珍和博爾術快馬熟老, 日夜兼程, 在返回的路上, 鐵木珍對博爾術說, 你這次沒有你的幫手, 我怎能夠找到那些馬呢? 我要把那些馬分一半給你。 博爾術聽了之後, 很誠心地說, 鐵木珍大哥, 你誤會了, 我幫你找回馬匹, 不是為了要報仇, 而是因為朋友遇到困難, 我父親的財產足夠我用了, 我什麼都不要, 如果不是, 我幫你就沒有意義了。 於是, 同心協力搶回馬匹的這件事, 將兩個年輕人的心緊緊連結在一起, 使他們結成終生心心相忍, 完全信賴的莫逆之家。 又經過三日三夜的奔波, 終於回來了, 兩個人聊天, 向博爾術家的蒙古包走過去。 自從博爾術跟著鐵木珍去追馬之後, 已經過了六日了, 立忽拍銀, 正為不見了兒子傷心難過。 你一見博爾術回來, 自然很高興啊。 淚水忍不住爸爸聲流下來, 紮備兒子說, 你走的時候, 也不向我招呼一下, 唉, 我怎麼會不心急啊。 博爾術連隨鬼在父親面前, 承認了錯誤, 請由原諒自己的妄狀行為, 然後解釋說, 那天, 我遇見鐵木珍大哥, 同情他失馬的不幸遭遇, 人家生疏, 他兩眼抹黑不識路, 就和他作盤, 一起去追趕道馬賊, 走的時候, 然後, 實在太急了, 沒告訴爹, 看爹原諒啊。 講完之後, 博爾術指鐵木珍對父親說, 他就是你曾經說過那位, 雙眼放光的天狼聲下凡的鐵木珍大哥啊。 立忽拍銀, 立刻轉路為起, 走向前, 攬實鐵木珍, 上下打量著他, 很親切地說, 嗯, 沒錯, 生得好似你爹爹野畜蓋啊。 上當年, 我和你爹野畜蓋是兄弟, 也是好朋友, 在我家, 我們是酒友, 在殺敵的戰場上, 我們是並肩戰鬥的戰友, 人家都說, 我們兩個是蒙古人中最好的一對安答啊。 立忽拍銀講完之後, 向鐵木珍信問了家裡的情況, 特別提到被太赤烏人拋棄之後的那段日子的艱難困苦, 是怎麼堅持過來的。 鐵木珍對老人做了詳細的介紹, 他說, 太赤烏部和黑銀部的百姓遷走之後, 家裡只剩下一個老伯父, 闊下黑屋, 加上我們二母七子, 全家一共有十口人, 家裡原先是牛羊生蔥, 也被暴中和奴隸趕走了, 只剩下九匹馬。 立忽拍銀聽了之後, 好生氣地說, 你這些人太無良心了, 怎麼能夠這樣虐待我曾經對布洛有個共演的首領孤兒寡婦的呢? 幸好你有個好娘親, 要不然, 你們兄弟這麼多人, 又怎麼能夠度過難關呢? 鐵木真又繼續對老人說, 在那段日子, 娘親身兼嚴父和慈母兩種責任, 大約十口之家, 奔波於窩蘭河上下, 沒有牛羊生蔥, 他採索道尼, 野果, 沒有掘地的工具, 他就用自製的繪木劍, 挖地魚, 狗腺, 山狗, 草根供我們死。 立不拍銀不得讚口說, 啊, 康厄倫是蒙古人中最好的一位母親, 聽說, 太赤烏人又去偷襲過你們一次是否呢? 沒錯, 他們的目標是對著我的。 鐵木真看著老人家, 照著說, 他們將我圍在樹林裡面九日九夜, 當時我以為他們走了, 剛好走出樹林, 就被捉住。 他們要用我的頭去祭天, 祭山, 後來我摔了出來, 差點被他們殺了。 乖仔, 你怎麼知道啊? 太赤烏婆的這兩個首領, 都得到你父親的好處, 有因於他們, 這些人面受心的壞人。 鐵木真聽了立忽拍銀的說話, 連續問, 這件事, 我沒聽說過, 只以為父親生前, 有可能做了對不起他們的事, 否則, 怎會這麼狠動, 一再加害我們母子呢? 立忽拍銀, 搶一場賺口氣, 唉, 這些事, 已經過了十幾年了, 那年, 去打塔塔儀仁, 我和你父親並肩施殺, 由於塔塔儀仁來得多, 被我們殺退一批, 又上來一批, 那個塔儀仁台, 被敵人一箭射中背部, 當即跌落馬, 敵人見到還沒死, 正想上前再補他一刀, 你父親吹馬上前, 斬死了敵人, 救走了塔儀仁台, 那次如果不是你父親相救, 塔儀仁台早就死了, 鐵木真聽到這件事之後, 突然想起那天宴會之後, 塔儀仁台曾經想給自己一塊牛肉, 裡面暗藏一把匕首, 是想給自己逃跑的, 想到這書, 鐵木真就將這件事, 向立忽拍銀講了, 老人聽了之後, 意味深長的, 嗯, 或者是他良心有所發現, 想起了你父親曾經救過他一命, 那個吉兒鐵, 靜一衰公, 他是你父親的近視, 得到你父親的好處最多, 不過, 自然是一個色狼, 在部落裡面亂搞女人, 曾經遭到你父親的多次斥責, 可能因此得罪了他, 天色暗下來, 遵照老人的吩咐, 博爾術殺了一隻羊, 熱情地招待鐵木真吃晚飯, 蒙古人為了令羊肥脆鮮味, 給一隻羊吃兩隻沒有羊的奶, 製成一種高級食品, 蒙語叫做鐵勒, 潑里闊, 這些是對貴客的禮遇, 第二天早上, 鐵木真要走了, 鐵木柏柏顏和博爾術再三挽留, 要再過一日, 他只說, 恭敬不如從命, 我就再打擾一日了, 拿回帕顏抹, 說了便算了, 你現在, 是來到你身父當年最好的兄弟的家, 是我和博爾術的貴客, 又不要不記得, 你和博爾術相互於橫欄之中, 要互相愛護, 互相照顧, 於是要同心協力, 互不相棄。 不是中午, 老人殺了一匹馬, 用全馬燕招待鐵木真, 直到月上中天, 燕直才散去, 立乎柏顏在直上對鐵木真說, 鐵木真, 我的好質疑, 我們蒙古人的希望, 就寄託在你身上了, 希望你能夠繼承祖上的傳統, 將蒙古族統一起來, 免受塔塔二人和金朝人的欺負。 聽到這裏, 鐵木真翻身, 跪在立乎柏顏老人面前說, 請老人家放心, 我鐵木真仍敢誇下海口, 將來要怎樣怎樣, 但是, 我已經立下志向, 克服一切艱難困苦, 統一蒙古各部落, 向塔塔二人討為血債, 向金朝人報審。 你蒙古族, 永遠不受欺負, 讓眉吐氣於天下。 立乎柏顏聽他之後, 相前扶起鐵木真說, 好, 這才是海刀的後代, 這才是巴鞋的子孫, 呀, 竹蓋沒有白養你呀。 第三日早上, 博爾尚用木筒、 皮斗裝了食物和牛乳, 放在馬背上, 為鐵木真送行。 兩個人依依不捨地擁抱在一起, 在臨行前, 立乎柏顏從懷裏面掩出大塊雪白的銀兩, 送到鐵木真的手上, 他說, 這些銀兩, 還在當年我除你生父和塔塔二人拼殺的時候, 由他分給我的戰利品。 你願拿回去買些牛羊生畜, 多招來一些部落百姓, 要記住, 沒有人是做不成大事的。 鐵木真又翻身軌在老人面前, 再三表示多謝, 起床之後, 翻身上馬, 好心情地說, 請你老人家保重身體, 祝願你福壽面牆, 又轉身跟博爾術灑淚而別, 他說, 好兄弟, 我們後會有期。 又經過了三日三日的奔波, 鐵木真才回到桑姑兒河邊的家, 母親和弟弟妹正為他焦急不安, 見他趕著馬順地回來, 唉, 大家都歡喜得不得了。 最後, 聽鐵木真介紹了博爾術父子的情況, 帽子就更加開心了。 康額倫幽默地說, 哎呀, 這些真是賽翁失馬, 胭脂非福啊。 大家聽了, 一起哈哈哈哈大笑起來。 公元一一七九年, 鐵木真十八歲了, 這一日早上, 康額倫對鐵木真說, 乖仔, 你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, 應該成家了, 成家之後, 你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去開創事業了。 鐵木真自小孝順母親, 於是順口答應說, 我願意聽從娘親的意見, 明天, 我就和別立古台兄弟一起, 前往宏吉立報營取。 根據自己幼年的記憶, 鐵木真和別立古台兄弟, 沿著協六年河向東走, 不用多長時間, 就來到德思禪的家裡了。 雖然站在門口的鐵木真, 已經從了橫皮的小孩, 長成了一個標形大漢, 德思禪還是很快就認出了自己的女婿, 事關他從鐵木真身上, 可以發現雅束蓋的影子, 他的身材和雅束蓋一樣的灰雲, 只比雅束蓋顯得機智和深沉, 兩眼閃閃放光, 透露出一股英氣, 無等鐵木真開口, 德思禪很高興地迎相前來, 對女婿說了, 我早已知道太赤烏人妒忌你, 唉,我真是憂心如焚啊, 今天你能夠平安回來, 我真是很高興啊。 俗話說, 暴風吹不走紅鷹, 惡狼吃不到獵犬, 究竟磨難的鐵木真, 終於來到朝思暮想的未婚妻家, 聰明美麗的薄兒鐵, 緊鎖的雙眉, 從此讚開了笑容, 此時此刻, 德思禪很可能後悔當初沒有留下鐵木真, 令鐵木真這麼小就獨自經歷這麼多的風險啊。 各位,鐵木真終於結婚了, 他現在勢力還好弱, 以後又有什麼辦法壯大自己的勢力呢? 欲之後事如何, 我指定下回分解。